熊熊大火不斷从一楼窗户冒出 火势瞬间吞噬整层楼 经销货报赶抵现场不水限灌旧 消防人员朝屋内洒水浓浓黑烟直窜天际 屋子里面已经烧成一片焦黑 因为一楼囤放的全室毅然物质 扔在什么 扔在什么 我会在那里看我怎么烧烟起来 听说是好像人家在烧什么东西 火源掉下来 好像在焊什么东西吧 24号中午发生这起火警意外 在新北市新店安康路三段上 消防人员初步调查 一次是施工酿成火灾 根据了解当时二楼正在施作铁窗工程 在电焊时火花掉落 加上一楼囤放大量油漆工程 液燃物品火势才瞬间蔓延开来 导致一楼油漆全毁燃烧面积约20平方公尺 还好当时屋主离开没人手困 7点15分出去 我都不知道 我是卡车载这个回来 他跟我说你们家烧掉了 我才知道 那个铁架是他们帮我架的 那他们有没有人来这边帮我做 我不知道 当时屋主不在家 接到电话才赶忙回家查看 消防人员初步怀疑是火苗酿成意外 不过详细火灾发生原因 得等火吊客人员厘清 只是原本一楼借给亲友 放置油漆物品却造成火灾意外 幸好二楼住家只有烟熏痕迹 还可以居住不幸中的大幸 TVBS新闻黄建国苏佩宇新北市采访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